Automachy 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小明讲车时间 讲什么车呢? 刚刚推出的这个新一代 Lexus NX 新一代的 Lexus NX 在 6 月 12 日正式发表 这款车对 Lexus 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上一代的 NX 已经推出 7 年那么久 因此继承它的二代车型由内至外的改变非常的多 现在就让我小明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比较吧 首先就先让我来说一说它的车身尺码 那这个新一代的 NX 它是基于 Toyota 备受赞赏的 TNGA 模组或平台里面的 GAK 底盘打造而成 基本上是和这个 Toyota RAV4 一样 也和更高端的 Toyota Harrier 一样 那你可能不知道 其实这个 Toyota Harrier 已经是两代 都和 NX 是这个兄弟车型了 那在尺寸方面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 Size 4660mm 长 1865mm 宽 以及 1640mm 高 基本上它的这个长度和宽度呢 相比起上一代的 NX 都是多了一个 20mm 身高呢 也高出了一个 5mm 轴距方面呢 则是 2690mm 这方面它是长了一个 30mm 啦 那这个轴距其实也是和现行的 Harrier 还有 Toyota RAV4 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就讲这个外形 第一代的 NX 在外形上是非常的有辨识性 整体就是有鳞有脚 看起来就 哇 很特别 很与众不同的感觉 但是来到了这个新一代的 NX 这个特别的元素呢 反而被柔和化了 稍微比较斯文的一点啊 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化一点的设计呢 其实也让这台车看起来更有格调 更高贵 觉得如何呢 首先在舌头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倒沟式的日行的呢 这一回是整合到了头灯组里面 而新一代 NX 的这个纺锤式水箱护照呢 这回也是有几种这个隔山的设计啦 不过 看起来都是比较运动化的 比较特别的是 相比起上一代的 NX 原厂这回就把这个引擎盖 还有水箱护照拉直了 从侧面看啊 和上一代的 NX 相比真的是很明显 那 Lexus 表示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气流效应 同时也能提升这个引擎的冷却效果 那这一回这个新一代 NX 全车最硬的线条呢 就是车身后方的这个部分了 然后就来到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的车尾设计 你喜欢这个横置式 LED 灯条的设计吗 还有就是取代 Lexus Logo 的这个五个字幕 你有什么看法呢 还有点就是这个新一代的 Lexus NX 这回采用了 20寸的一个轮圈设计哦 相比起现行款的 NX 它是大了 2寸那么多 内装方面是比较多故事的一个环节啦 那讲到这个内装呢 虽然说第一代的 NX 在7 年后今天看起来 是有点过失啦 但至少它拥有它自己的一个风格 就是你看到了啊 就是 哦 这是一台 Lexus 那来到了这个新一代 它的内装设计风格呢 有一个蛮霸气的名字 叫做 Tazuna Concept Tazuna 翻译到来啊 就是这个缰绳的一致 也就是你骑马的时候呢 控制马的动态的那一个绳子 意思就有点像人车合一啦 就所有主要的这个按键呢 都很救手 但是 OK啦 我从这里还是可以看到一丝丝的 这个 Lexus 的 范儿 范儿 好像那个 Aircon 下方到这个 中央扶手箱的那个 Curve 就是 Lexus 不过其他的地方呢 就 好像比较随波诸入了一点 就好像那个 Barmeter 还有主机 连接在一起的一个 双脸悬浮式设计呢 德系韩系都用过了 不过好在是这个改变是一个好的改变啦 因为它有一个7寸的 Digital Meter 上方还有一个10寸的抬头显示器 10寸哦 然后整个内装最大的亮点就是 这个大到 AA-100 主机屏幕了 这个主机屏幕的尺寸达到了 14寸那么大 而且 Lexus 还特地加入了一个 防反光的镀膜技术 but这个14寸 还有那个抬头显示器 原来都是选项来的哦 这个主机它标准的屏幕尺寸是 9.8寸 那希望来到我国的话呢 就不会变成一个粗边框的复古电视机啦 那这一回这个设计面向司机的主机呢 它所搭载的系统 也算是这个新一代MX 的一个其中大改变 因为这一回Lexus 就放弃了之前 招牌的那个 Remote Touch 主机滑鼠盘 而是改用主流的这个触屏设计 同时也支援声控功能 当然这个系统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发 被称为 Lexus Interface 并且还支援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而且还是无线操作哦 至于它的这个设计蛮漂亮的三幅式方向盘 就确认采用了 Touch Tracer Operation 热感应触控按键 Mercedes-Benz 同款哦 还有一个我注意到有 Tazuna 精神的 就是它的这个引擎启动间 还有首次出现的这个驾驶模式旋钮 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就很救手 还有什么地方和这个三一代 NX 有所不同呢? 其实在 Features 这一块 这个新一代 NX 多了很多很酷炫的功能 像是它支援这个 Digital Key 数位钥匙功能 你的手机也可以成为你的钥匙 在上车之后呢 只需要把你的电话放在预设的固定位置 你就能启动引擎开车了 而且放手机的地方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机关 就是它会自动把这个手机隐藏起来 或者是伸出来归还给你 只不过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这样如果我要用电话的话怎样办呢? 它还有这个被称为 E-Ledge 的电子车门把手设计 这个电子的操作不是眼而已 因为它还结合了这个车侧盲点侦测系统 能够在侦测到后方来车的时候 锁住门不给你开门 直到这个后方 clear 了过后 你才可以开门 而且这回它的后视镜 也多了这个和 Lexus LM 一样的电子后视镜 这个我觉得蛮酷的 也更加的安全 不过我觉得最酷 而且也能够增加变略性的功能呢 则是它这回也是拥有 Remote Park 的功能 只是看到这个画面 我情不自信就想到了 BMW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OK 内装色系 这一回新代的这个 NX 有三种不同的配色 分别是被称为 Rich Cream 的米白配黑 而且还有一个很闷烧的橙色风线啊 再来就是这个棕色加黑色的双色色系 至于这个 F Sport 版本呢 则是采用了灶牌的红黑双色色系色调 啊 对 这个被称为 3D Cutting Black 的车门示板 这个设计其实有点像是这个研制旗舰房车 Lexus LS 的设计啦 也有点感觉像是和我和洗车老之前在讲这个 Lexus LM 时 所提到的这个 Takumi 降丝的作品的感觉 不过我相信这个 NX 的应该不是手工打造啦 而且这个四版的后方还有氛围灯的设计 这回真的是不要输给它的得罪对手了 那讲到这个氛围灯 这一回这个新代的 NX 它就拥有一个调色盘 可以给你自由选择多达 64 种的颜色 如果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太过难的话 不用担心 它有 14 种的 Preset 颜色 给你选择 作为一辆豪华的 SUV 音响系统也算是这台车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新代的 NX 就导入了 17 个喇叭的 Mark Levinson 环绕音响系统 不过这个是否高配版 至于标准版也是有一个 10 颗喇叭 包括一颗低音泡音响 只是它就应该没有这个环绕的效果了 那根据我上次开上一代 NX 的经验 我印象中这个没有 Mark Levinson 的标准版音响 它的音质其实甚至是好过双臂的柏林自身 Bermisser 还有那个 Harman Kardon 当然有好的影响 怎么能没有 Lexus 最拿手的这个隔音呢? 这一回这个新一代 NX 它在这个隔音表现方面呢 就已经提升了 15% 包括采用了全新的门条 还有这个新的隔音片设计 就连引擎盖它都采用一个双卡扣的设计 以减少引擎盖所带来的这个震动 Unbelievable 那比较有趣的是这一回这个 2.4 Turbo 的版本呢 它还导入了拥有 Active Noise Control 降噪技术的 Engine Sound Enhancement 听起来就是假的这个引擎声浪啦 估计是带给你一个更爽的感觉啦 而在安全方面 这一回这个新一代的 NX 它采用的是最新的 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3.0 主要有添加了几个重要的功能 包括那天我讲这个 Land Cruiser 所提到的 紧急转向闪避辅助 就是当这个系统侦测到前方有障碍物 但是已经来不及刹车的时候 系统会进行点刹 然后自动转向以避免碰撞的产生 而在自动紧急刹车的部分呢 这一回它能够在白天和黑夜 侦测到行人、脚踏车、骑士 还有电单车 而且也变得更加的复杂了 好像你转弯的时候 它也能够启动这个方向 或者是别的车子换道的时候 它也能自动煞停 然后这回它也多了这个前方 横向来车预警的功能 最后就是在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方面 它的雷达进行了升级 这回它的整个动作 是更加像人在开车了 整体的动作更加的自然 同时还可以识别弯道哦 在动力的部分呢 Lexus 在这回NX发表会也提到说 它在接下来的5年将会 发表多达20种新车 其中有一半将会Electric Fight 也就是说打入电动的技术 比如纯电动 混动 还有插电数混动 等等 而新一代NX就是这个被称为 Lexus Electric Fight的策略下的手套 也因此它拥有多达四种不同的动力组合 其中传统的软牛引擎就有2.5L的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全新的2.4L的涡轮震压引擎 这两者都是搭配被称为Direct Shift的八速自排变速箱 也是个全新的变速箱来的 其中这个2.5NA它拥有前驱和全驱的选择 至于275hp 马力的2.4Turbo 则只有AWD而已 至于另外两具引擎则是这个NX 350H 所使用的2.5L Hybrid 以及出现在NX 450H 的这个Lexus 手键的插电式混动系统 同样是2.5L 那这两款的Hybrid 也分有前驱 以及多了一个后驱马达的全驱版本 被称为E4 所以总结到这一回新一代NX 总共有7个版本那么多 原厂也表示这一回新一代NX的这些动力配置都经过细心的调教 在加速反应方面更加的迅速更加的直接也更加的平顺 给你更多的信心给你更多的舒服 而在操控方面也是变得更加的灵敏 操控方面我相信会好挺多的啦 因为在试了这个TNGA底盘的几款Turota过后 每一个基本上都是带给我笑容的 而且在新一代的NX身上原厂还导入了Variable Rack Gear 来提升驾驶盘的反应还有高速的稳定性 同时在车底方面也结合了不同的高刚性钢材 加上特别的粘合胶技术之下呢 让整体车底的架构 刚性提升了35%那么多 最最运动化的这个F Sport版本呢 它还标配了AVS 自适应电子悬挂系统 在提升这个行车的舒适性之余呢 操控方面会更加的好 以上就是这个新代Lexus NX的一些主要特点啦 那这回我是觉得它是结合了德系都有的 技术功能配备奢华 但同时呢它又拥有这个Tuyota的耐用 省心以及Lexus的隔音 加上我还相信它也会有这个日系的舒服啦 以及TNGA所带来的操控性 你会期待它的到来吗 老实说我是挺期待看到它过来这里 和这个奔驰的GLC 宝马的X3 还有Audi的Q5 来一场应战的 就充了它这个内装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新代的Lexus NX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踊跃发言发表你的看法 觉得这一期影片好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还有分享出去 给更多人知道 当然最重要的是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好啦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对 crobt名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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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对 你